十 最古老的葡萄酒 常言道 美酒越甜越香 那么 如果发现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葡萄酒 您会感到多么惊讶呢 在西西里岛一个迷人的洞穴里 研究人员出乎意料地发现了线索 表明意大利的酿酒历史 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前 更令人惊喜的是 这种古老的葡萄酒原料 并非仅仅只是葡萄 经过一番研究 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 这些残留物竟然真的是葡萄酒 他们称其为挖道宝藏了 在西西里岛西南部的一个石灰岩洞穴里 考古人员发现了来自同期时代的五个陶罐 里面装着葡萄酒残留物 这些陶罐距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 但是 科学家们如何断定 这些残留物真的是葡萄酒呢 答案是 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九十酸的存在 这种酸是葡萄酿酒过程中自然产生的 是葡萄酒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为九十酸的存在以及其衍生物九十酸钾 俗称九十粉的存在 让科研人员确信这些陶罐 无疑是用来盛放葡萄酒的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 它是迄今为止在整个史前 意大利发现的最早的葡萄酒残留物证据 要知道 此前科学家们一直认为 意大利的酿酒工艺始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 是由古希腊殖民者传入的 这项发现将意大利的酿酒历史 足足向前推进了三千年 历史正在被改写 这项发现为我们揭开了一个耐人行为的谜题 让我们对一窥意大利数千年来 传承至今的酿酒文化 以葡萄酒文明显尔的西西里岛 现在可以自豪地宣称 拥有着更加古老 悠久的葡萄酒文化 九 翱翔鱼史前的艺术品 鸟形雕刻 2003年 德国霍勒菲尔斯洞穴深处 出土了一个小型鸟形雕刻 这并非普通之物 这个可爱的小雕像 距今已有超过三万年的历史 是用蒙马象牙雕刻而成 它很有可能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早的鸟类形象艺术品 这件艺术品年代久远 但除了令人惊叹的年龄以外 它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为研究鸟类的迁徙历史 提供了重要线索 除了揭示迁徙历史的可能性 这个精美雕刻还带领我们一窥 使前人类的信仰世界和萨满焦文化 雕刻描绘了一只头部四马 棕毛威武如师的涉水鸟类 这是一种奇幻的混合生物 鸟类 特别是水鸟 在萨满焦仪式中被视为重要象征 而这的小小的雕刻 正是支持这一信仰的有力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 雕刻工艺细腻逼真 栩栩如生 仿佛下一刻便要展示高飞 雕刻家精心雕着了鸟的头 眼睛会不合羽毛的细节 展现出令人赞叹的写实记忆 从头部 眼睛 栩栩如生的绘布 到羽毛的细腻刻画 无不彰显着写实记忆的精湛 优雅伸展的柏梗 赋予了整件雕刻立体 而完整的艺术效果 这件节奏的创作者 想必会为其作品成为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古老的鸟类雕塑 而感到自豪 这只小鸟并不是孤单存在的 在遥远的法国洞穴中 还发现了与之相伴的猫头鹰雕像 看来我们的史前人类祖先 对鸟类艺术情有独钟 尽管这种风格 与促广的尼安德特人表情 留下的洞穴壁画有些相似 但这次发现并非出自他们之手 研究人员通过探索测年法断定 这些雕像实际上是由早期制人创作的 这项技术揭示了这些令人惊叹的雕刻的创作年代 大约在2.8万至3.5万年前 这些鸟形雕像非小 但意义重拔 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通往史前的迷人窗口 让我们得以一窥早期制人的艺术才能 和精神世界 与尼安德特人留下的艺术作品相比 这些雕像展现出更加精细的写实记忆 和丰富的想象力 暗示着早期制人可能拥有着 更加发达的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1987年 一只来自新西兰洞穴研究协会的考古队 出土了一只早已从地球上消失的鸟类爪子 磨亚鸟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不仅仅是一块骨头化石 保存下来的部分还包括锋利的指掌 甚至连肌肉和一些血肉组织都仍然附着其上 这些遗骸可不是开玩笑的 曾经庞大的磨亚鸟在新西兰大地漫步觅食 主宰一方 这些磨亚鸟种类繁多 足足有八种之多 有的体型大小跟普通的火鸡差不多 而另外一些种类体型则极其庞大 身高可达12英尺 体重各是能达到500磅 约227公斤 真可谓是巨无霸般的存在 专家们通过测定爪子得知 它的年代大约3300年前 确认了这种鸟类是新西兰的远古居民 可以想象 当这只裹着血肉的爪子图片 在互联网上出现时 势必会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 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评论 惊叹这个爪子 看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生物 这也可以理解 毕竟日常生活中 我们很难见到 保存如此完好的远古生物遗骸 这连在《星球大战》中 饰演卢克天行者的演员马克哈米尔 也加入了讨论 他在推特上开玩笑地说 这个爪子看起来很像Ranker的手 一种出自决地归来的 巨大爬行外星异形生物 7. 来自飞岸深处的透明蜗牛 一群洞穴探险者和生物学家 在克罗地亚的神秘洞穴系统 卢卡洞穴特罗伊玛洞穴 深处探索时 偶然发现了一从未见过的物种 一种全新种类的蜗牛 它们可不是你常见的花园蜗牛 而是透明的 这种来自Zasbone属的透明蜗牛 就像梦境中的生物一般美丽 它们生活在身手不见五指的洞穴深处 常年栖息于距离地表 约975米的黑暗洞穴底部 这些透明蜗牛不仅外形奇特 而且完全是盲视的 终生生活在身手不见五指的 黑暗洞穴之中 而发现这些蜗牛的过程 可谓困难重重 探险者和生物学家们探索的 卢卡洞穴特罗伊玛洞穴系统 绝非普通的洞穴探险圣地 它是地球上最深的洞穴系统之一 名列全球前二十位 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会期待在这里 发现一些罕见的生物 正如人们所料 惊人的发现发生了 随着探索的深入 团队一路采集着洞穴生物样本 然后他们遇到了 从未见过的微小蜗牛 他们将这种新物种命名为 Saspian florsum 它的外观令人惊叹 蜗牛拥有着美丽透明的壳 就像一件精巧的穷柄艺术品 和所有蜗牛一样 他们行动稳慢 他们的速度实在撑不上坏 每周仅能移动几毫米到几厘米 而且经常是原地打转 这些小家伙 似乎乐于悠闲地取食 享受着舒适的洞穴居所 当探险队将这种新发现的蜗牛 带到德国的分类学家亚历山大 维登处时 他确认 这的确是科学界 从未见过的全新物种 地球的内部空间 就像另一个世界 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六 史前建树的先生 南亚出土的最古老弓箭技术 一项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现 将南亚地区的建树史 向前推进到了4.8万年前 在斯里兰卡西南部的法显洞附近 考古学家们惊喜地发现了 迄今为止待地区最古老的 弓箭技术遗存 探索过程中 考古人员们在洞穴中 不仅发现了建筑 还出土了一些 由者式矿物和海洋贝壳 制成的精美装饰珠子 这项发现的意义重大 它不仅让我们对南亚地区的 史前文明有了全新认识 而且还可能成为整个欧亚大陆 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古老的弓箭遗迹 有力地证明了 当时人类的技术进步水平 根据研究人员的推测 这一发现为我们揭示了 史前人类祖先们的一些有趣之处 他们似乎是按于适应不同的环境 并掌握着种类丰富的工具 这些发现 不得不让我们佩服 史前人类的聪明材质 虽然他们用动物骨头 制作的投授物 距今约4.8万年 出土曾要稍晚一些 大约4.65万年前 但那些精美的装饰珠子 却揭示了见识的 另一种用途 装饰 没错 这些珠子被巧妙地 镶嵌在箭头上 用于狩猎松鼠和兔子 等小型猎物 想想用镶嵌着珠子的建筑来捕猎 画面是不是激烈奇又巧妙呢 考古学家们 对这次发现格外兴奋 因为它挑战了 所有人类创新 源于非洲的传统观点 这项发现表明 史前人类可能在不同地区 独立发展出先进的技术 南亚地区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欧盟的考古学家们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认识到南亚等地区 在发明创造方面 同样不容小觑 斯里兰卡的史前人类 显然走在时代的前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